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豬頭人 我們跟大家講講的就是收題式折光儀了 你知道是什麼嗎? 那到底什麼是折光儀呢? 簡單來說,光線由空氣將有不同密度的物質 它的速度會被改變,所以我們叫做折射 在沒有數碼折光儀的時候,全部都是靠眼來看黑度 而每種對應的物質都有它相應的單位,我們叫Scale來表示 有了自動化數碼的折光儀之後,就不用再靠眼來看了 它會由CCD量度出反射的光線,計算折光 然後轉換它對應的單位 是不是聽起來好像很複雜呢?不用怕 今天講的會很簡單 我們只會講百利糖度Briggs 你只需要理解,一克的蔗糖,用在一百克的水裡 就為一個百利糖度,一個Briggs 食物標籤上面會有糖度的含量 但其實有時候都是比實際量度是偏低的 那你想想,你吃這麼多的時候,你需不需要關注一下呢? 今天我們會用到手提式旋光儀 幫大家測試兩種食物,讓大家知道實際的糖度是多少 我不是賣廣告,和提防影射 我用了紅色貼紙捏著它 它說No Agasuga 那是不是呢? 好,首先我們要先將這部機桂林 用清水或是蒸餾水,然後按Zero 然後清潔乾淨它才是毒的 其實我這個方法不是很適合的 應該用其他方法塗上去的 不過為了方便大家看,我就隨便塗上去 即時塗過素,看看它有多少 實際 哇,是53.3度 看看標籤,標籤的標籤 標籤寫糖都是48.6克 不過48.6克,被標準的果醬 其實已經是低的了 正常來說,大部份正常糖的果醬 都是66度以上的 但是53.3度也不是代表它低的 你想想,每100克的果醬 你吃了53.3克的糖 我們現在看看 這是一個大概22.9度量度出來的數據 再重複多次 都是53.3度 度完之後,我們就用清水去洗它 正常應該用蒸餾水去洗一洗 下一回合,我們現在就做這個 把果醬加鹽放上去 量度量度 看看糖度有多少 哇,突然變成66.5度 你已經看到這個溫度 其實還未升高上去 其實它會慢慢升高 這個方法也不是太對的 應該正常來說是等15秒才去量度 但是高溫的應該是等久一點的 你會看到糖度越飆越高 那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這麼少份量 開火煮它的話 水分是會走掉的 糖度濃了是正常的 但是因為份量少 和取養碟比較平 放一會兒 大概幾分鐘後 其實它都跌均很快 可以看到跌到現在31度多 那糖度呢 其實就跌回正常了 如果溫度不是變回那麼大 其實倒出來的重複性應該是很高的 我們進行第三輪了 首先呢 都要把機器清洗完 然後歸零一下先 先試一下這個桔 人排街市說桔很甜 我們看看 其實不應該這樣炸製 因為我一方便izen 我可以加入一個煮蒜ゾ 因為盡量隔著渣開, 將它擠在取養碟上 大家可以留意到, 因為這個方法這樣做, 都會有少少橙的肉在上面 它會有少少影響毒素 先量一下, 阿蕾真的沒有騙我 12.4, 真是挺甜的 現在是23.7來做測試, 應該是做了溫度補償 再來一次 這次重複性很高, 因為溫度沒有改變 好了, 完成了常溫, 看看煮一下, 糖度有多大影響 好, 小心到它的脆氧碟上 我猜和剛才我一樣差不多, 因為水份被煲走, 橙汁的量太少了 所以毒素是26.9, 高於10多度 都很正常, 現在是28.4度 我們再稍後看看, 溫度穩定後, 毒素是高至低的 因為刺的肉對這個光也有少少影響 所以會令它有少少偏高的素 直至剛才的溫度點到低, 都是這樣 這個很正常 在這裏, 大家真的很有耐性 看了我幾分鐘說話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次會再找另外的食物來示範 好了, 拜拜 拜拜